大家好,我今晚想做一个炒年糕 其实在上海人的家庭很普通的,经常都会煮的 我今天是买这一只年糕 T&T出的年糕,在大统华买的 有时我都会买韩国的年糕 韩国的年糕似乎烟硬度不够 我会试一试这一只年糕 我今天的材料很简单 我有一些肉丝,上海人叫开羊 上海人不是叫虾米,叫开羊 我就浸了,冬菇 一会我都会用这一只冬菇水 还有就是这一只,小糖菜 我用小糖菜来炒 好,放一粒蒜头 就这么简单 这只年糕不需要出水 因为以前说要浸水的年糕 以前在香港南货店卖的年糕 真的要浸水的,因为它很硬 不需要出水,因为它始终是糯米 和尖米做成的 如果你煮得太腍,它就释放了粉浆出来 就不好吃 传统的炒年糕 要炒到它很硬 我未用过这只年糕 我希望今天炒得適合我的要求 现在开始切完菜 这些菜切碎 在香港南货店买的年糕 所以 ajust了,如果从来浸水 浸完远身就足š 年糕有几种食法 小糖菜、开羊、肉丝 还有一种是落汤 汤头很讲究 金华火腿骨 排骨、尺肉、老鸡、瑶柱 熬了汤头 熬了5-6小时 熬至汤很浓 然后用汤泥去喂年糕 同时会放海芯 鲍鱼 一般的家庭 就算是过年过节 都是比海芯 用来喂年糕 然后放大杂蟹的蟹膏 差不多煮熟 差不多好了 铺的蟹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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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铺上面 就是蟹黄的顶汤年糕 现在都可能没什么人做 特别在加拿大 你都很难买得齐 就算温哥华也有一家 是卖金华火腿 但是金华火腿 他说是金华火腿 可能造成这样的样子 但是那个味道完全跟 云南的那一只金华火腿 是两回事 不停叫 味道不同 没有了那种浓郁的 叶制火腿的香味 所以没有意思 所以有时候 我想还原一些食材 做一些传统的菜 你真的要把这些食材出来 如果不是 很难做得一模一样 好了 这个炒年糕 这个材料 我已经做好了 就是说回现在的 传统的上海菜 我记得 又是想起很多年了 是不是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都有了 我和我爹地 去光顾哪家 在香港的北角城市花园 第一期留下 那家叫雪园 食湖菜 即是上海菜 那家雪园 好像后来九七 后不久 我们再回去 那家雪园 饭店 就没有了 收拾了 所以很可惜 我们每一次去 最印象深刻 就是去点火同刺 用金华火腿的爪 然后呢 就去炖那个刺 整煲刺 在八十年代 他都买到两千元一锅 那时候 那锅 我和爹地聊起 都说 那个味道 真是做出老上海的 那种味道出来 现在你在加拿大找一件火腿 都很难 以前都被带入境 都后来到九十年代 就不给带了 这些所有的肉类都不给带了 金华火腿 你切了火火 用蜜糖 或者蜜牙糖 下去腌了 下去蒸 蒸它四个小时 蒸软身它 很浓郁的那些味道 那你再切薄片 你又夹点饭头 夹点花卷 拿来吃 都非常好吃 现在要找一些漂亮的金华火腿 珍藏实料的可能 都不容易找的了 没办法 我一直都说 有时候你说 就算你上海家庭 上海人 你想还原一些上海的传统菜式 但是 因为食材不足 没有食材 所以很多时候你做不到 炒鱼 炒鱼 还没熟 为什么我要回锅 但是呢 始终要炒一炒 因为其他材料都要放进去煮 我这些也炒一炒 我都很健康 我没有加油 我只是炒肉的锅 煮一顿饭 一天 我会开一次洗碗机 加少许蒜 开羊 即是虾米 爆炒一下虾米 冬菇 爆香 爆香 这些材料 我自己切好了 葱白 很香 炒香 放棉膏 炒香 一碗 大碗 沸腾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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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煮年糕汤 煮一下 盖上蓋子 等它软身 水也收到差不多 先放蚝油 1汤匙蚝油 很多人都问 你怎知道 一汤匙 任何煮饭的妈妈 煮饭就知道 份量是多少 加少许糖 调味 传统上海菜 放入老抽 我不太喜欢 那么深的味道 放入味道 不放入味道 放入菜汁 多吃点菜 因为现在的菜 放入冬天 真的很贵 很贵 现在的菜 很少汁 看到吗 就这么简单 上海家乡 炒年糕 就炒好了 又有开阳 即是虾米 又有冬菇丝 又有葱 又有葱 又有肉丝 又有上海的青江白菜 就是小糖菜 这些汁 刚刚挂住 不要太多 就炒起了 是很简单的 有时候不想吃饭 也可以转换 上海家乡炒年糕 也不客气 如果我们能温